我是彥晨 我是有話好說的社群編輯 也就是大家說的小編 那我負得有話這個節目的幾個主要的社群平台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這些內容轉化成網路上面的圖文 我們節目就是主要有三個平台 Facebook IG 跟 YouTube 在Facebook上我們主要發的就是一些 預告啊或者是節目內容的整理 像我們之前有做這個就是比特幣的詐騙 把節目裡面的內容比較精彩的部分 用圖表或者是一些簡短的評論 把它整理起來 預告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他可能會分享啊 或者是晚上就是一起來看這樣 然後 YouTube 就是我們的主力的平台 就是所有的完整的節目都在上面 然後每天晚上八點也都在 YouTube 上面做直播 可能比較熱門的主題 網友就會在聊天室裡面發表一些意見 當然也有就是來亂的網友 可能就是事實的制止 比方說一直刷一樣的留言啦 重複的 洗版類型可能就是要稍微處理 IG的話 它就是一個非常圖像化的平台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嘗試就是 怎麼樣的內容是在上面可以更有效果 都還在學習啦 它做過像這樣子比較連續性的滑動的一個圖文 然後去把可能節目裡面不同來賓 他的一些觀點整理起來 像觀眾朋友他可能沒有看那個節目 可是他在IG上面看到這個貼文的時候 他可以比較快知道說大家在裡面說了什麼 所以 YouTube 基本上就是我們節目的主力平台 完整的內容都在上面 然後 Facebook 的話就是用預告跟整理 去跟觀眾朋友做更多溝通 IG的話當然就是更顧及比較多年輕 然後網路的讀者和使用者 讓更多人去認識到這個節目 然後靜爾會去看節目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進來公司之後 就是會先去開會討論今天的主題 所以促轉會說不要 社群編輯是一個蠻緊湊的工作 特別是在像我們這樣子帶狀的節目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社群就是包裝 然後就是行銷 就是把東西變得有趣跟開心娛樂 可是我一直都覺得社群這個工作 最根本它還是回歸內容 今天節目要談Deep Fake 就是那個換臉的科技犯罪案這樣子 現在整個網路上的討論熱度就是比較強 所以我會希望今天可以有一個 預告的圖文告訴大家說 晚上節目要談這題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得很有趣啊 但有話好說是一個新聞節目 我的工作就是一個新聞的社群 其實新聞社群本來就是一個蠻矛盾的概念 因為新聞我們想像中專業的新聞是 它不是為了滿足市場的 它有它的獨立性 它要去創造新聞價值 可是社群它就是一個注意力市場 我覺得新聞社群本來就是一直在這兩個東西之間 去尋找一種平衡 其實信聰跟節目都給我很多空間啊 我要弄它的時候我都不會先跟它講 這樣才有驚喜的感覺 當然因為這樣 所以我要更謹慎去評估我最後出來的成品 有些東西可以比較輕鬆開玩笑的去處理 有些東西真的不適合 其實我覺得長遠下來 觀眾永遠都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然後如果你的內容沒有辦法給它足夠的資訊 其實那些包裝的東西是沒有辦法讓它跟著節目一直走下去 我覺得我們真正的工作是要去為節目創造 新的觀眾年輕的觀眾他會跟這個節目走下一個五年下一個十年 就是說永遠都是回到內容 我們內容最核心的其實就是觀點 所以網友會有各種意見不同的反應 甚至有的時候是非常情緒的反應 對節目來講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本來就是節目要促成的一些過程 我們最好的內容分享最高的是動輒三四千字的圖文 那是因為這個觀點有價值 並不是因為圖特別漂亮或者是我的文案寫得非常有趣 這個都是回到節目到底能夠貢獻什麼和提供什麼給讀者這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友好好說這個節目 然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追蹤我們的IG 希望大家可以捐款挺公事做好更多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